噢!要開了要開了 你們知道入口即化的感覺嗎? 大家好,我是Soko Emida 今天的主題就是大家非常喜歡也非常期待的 便利商店的開箱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很愛看我試吃便利商店的東西 所以很常會被敲碗的幾乎都是便利商店的主題 那今天我一樣挑選了便利商店的五樣 那如果你們喜歡這樣子的影片的話 就請你們繼續看下去吧! 那今天我準備的東西當然就是也有喝的 然後有那種零食類的 然後當然也有那種正餐類的東西 那我先來想想要先吃什麼好了 第一樣跟你們分享的東西就是這個 真是太可愛了 我跟你們說這個呢 其實應該是在上個月月底的時候 它就已經在GSO可以買得到了 但是那時候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 我都沒有買 但是其實我在Line Frame裡面的角色 我最愛的就是沙莉 對,我非常的常跟我男朋友說 我真的覺得沙莉超可愛的 它就是一個完全沒有殺傷力的一個小動物 它真的好可愛喔,我真的好喜歡它喔 它就跟我們家阿飛一樣 就在我心目中就是 喔怎麼那麼可愛 它是有點像是那種奶油的牛奶 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噁心 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噁心 但是 因為我很想要拿它的公仔 如果你們有看我上一支影片就知道 韓國他們推出很多這種包裝系列的飲料 然後呢 上面的這個蓋子會這麼大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它裡面有藏著一個公仔 然後我想說 如果是沙莉的圖案應該是沙莉的公仔 因為我很想要有沙莉的公仔 所以我現在要把它打開 我們現在喝喝看好不好喝好了 聞起來是一股 很像你在吃那種蛋糕的味道 我知道怎麼形容它了 它很像我們之前 台灣不是有一陣子很流行什麼 牛奶糖牛奶 把糖果然後做成牛奶口味的那種 口感 不會不好喝 但是就是有點太甜了 我覺得 喝第一口是OK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要我把全部喝光的話 我會覺得 會非常的膩 你知道它比那種就是台灣在賣的那種調味乳的味道 還要 香精味還要更濃 喔 要開了 我覺得 不一定是 這個外包裝是沙莉 裡面這個就會是沙莉 有可能是其他的角色 那你們可以去買其他口味 我抽到熊大 我真的好想要拿到沙莉喔 它是一半的愛心 所以我要收集另外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角色拿著一半的愛心 它們就會合在一起 應該對於喜歡Line Friend的人應該會覺得蠻可愛的 就像如果今天他們是推出Coco Friends的話 我一定會去買 不管它好不好喝我都會買 玩偶做的就是還蠻可愛的 算精緻啦我覺得 這個是最近呢 在韓國蠻紅的就是蒟蒻飲料 然後它不是被放在那種冰櫃的那個架上 它是被放在就是零食櫃的架上面 所以如果你們要買的話 可能要去零食櫃那邊找 水蜜桃口味 怎麼有點難吸 還蠻好吃的 很像我們台灣在吃的那個蒟蒻果凍的感覺 那種聖香蒸蒟蒻果凍的那個口感 我覺得把它冰在冰箱應該會蠻好吃的 哇這個不雷 這好吃終於 想說 該不會這一次都要吃到雷的吧 好再來第三個呢 跟你們分享的呢 是 甜點類的東西 這個呢 是GS25他們新推出的蛋糕 然後它有兩種口味 另外一種口味是 有點咖啡色的 我猜可能是咖啡口味 但是我沒有看它上面是寫什麼 這個呢 上面寫的這個韓文字呢 應該是那種 比較像是那種莓果類的 不會到非常的甜 蛋糕口感非常的綿密 也非常的搭 它不會就是讓你覺得 奶油跟蛋糕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它沒有融為一體的感覺 重點是 我真的非常的出乎意料 它比我上次 在那個 CU 買那個什麼oreo的那種 蛋糕還要好吃 它這個這樣小小的是 我覺得蠻可愛的 就是長得還蠻討喜的 就是長得還蠻討喜的 我們吃了那麼多甜的 我們現在也吃一點鹹的好的 因為 我裡面還有一個東西是甜的 接下來呢要來跟你們分享的呢 是我 這一次買的東西當中 我最最最 最期待的一個東西 因為 我覺得它絕對不會雷 就是 明太子醬 它裡面一樣長這個樣子 如果你們有看我之前的影片 就會知道我之前也有介紹 就是這個牌子的其他的那個 食物 像是 章魚啊 然後還有那個蟹膏 chunkillum 這個是麻油 然後呢我一樣就是 把油給倒進去了 現在把它稍微的攪拌一下 這是滿滿的 明太子醬 我先單吃看看 很好吃 辣辣的 如果你喜歡吃辣 應該會滿喜歡的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鹹 所以 絕對不要單吃 可能要配飯 但是這種味道非常的下飯 然後有一點點辣 所以不敢吃辣的人 可能要稍微考慮一下 那如果你不喜歡吃鹹的人 當然也要稍微考慮一下 因為它真的有一點鹹 我覺得我才剛吃個兩三口 我就非常的想要喝水 而且我的飯都不是配一口飯吃 我大概是配了兩三口飯吃 不過呢是真的蠻好吃的 就是非常的下飯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是 非常的喜歡吃一些 比較海鮮類的東西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以在GSO裡面 買就是他們 就是這一系列的這種 就是配料的食物 這在台灣的便利商店也沒有嘛 所以來韓國的話呢 是真的可以嘗試看看 那再來呢就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呢跟你們分享的呢 是我個人非常的喜歡吃的 一個甜點 我之前呢都會在那個 HOME PLUS買它 只要它一有特價我一定會買 但是它基本上沒有特價的時候 我會覺得它有點貴 因為它一顆大概要五十幾塊台幣 然後它有特價的時候 大概就兩個五十幾塊 我就覺得OK可以買 不過呢我真的覺得它是我目前為止 在韓國 我覺得最好吃的布丁 然後這個是焦糖口味的布丁 記住焦糖口味就是黃色的 長這個樣子 有非常皇家的感覺 它真的很好吃 我真的不誇張不浮誇 它真的超好吃 它長這個樣子 就是真的很小 然後呢它裡面就是有一個焦糖 我覺得它跟那個台灣就是 之前以前就是很常在賣的那個 什麼焦糖布雷有點像 可是它沒有那個焦糖布雷上面那一層皮 你們知道入口即化的感覺嗎 你放到你的嘴巴裡面去 它就瞬間就是散掉了 我覺得它雖然就是甜 可是它甜而不膩 然後口感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我覺得我在台灣也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布丁 除了就是我台南的家鄉 就是在吃的那種傳統布丁 我覺得很好吃之外 在一般的超市 我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布丁 我覺得我很推薦大家來韓國 真的可以買這個布丁 但是 因為它有三種口味 我推薦你們買就是買黃色的 因為我上次有買另外一個顏色 忘記是我是買藍色還是買另外一個顏色 就沒有那麼好吃 但它的焦糖真的是我覺得最好吃的 嗯 嗯 有一些食物是外表好看 但是它並不一定是真的好吃 所以我覺得就是如果你們就是要來韓國玩的話 真的就是非常推薦看我其他的兩支影片 然後你們再決定到底要不要買 因為有些東西真的就是重看不重吃 韓國超多那種零食看起來很 感覺好像很厲害很好吃 但實際上我真的是覺得超雷人的 打卡好看 外包裝可愛 但是真的不一定好吃 嗯 就是這樣子 這是我深深的體會 那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喜歡 然後如果還沒有訂閱我Youtube頻道的人呢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吧 安妞